或许塞维尔就是亚买加短跑下一代的领军人 众所周知 田径场最不缺天才 所以咱们今天的这期视频 就给大家带来关于00后最强五位选手的视频 其中塞维尔和威廉姆斯以及特伯格的表现 绝对会让你眼前一亮 Top5阿德哥克9秒98顺风1.8米每秒 2021年东京奥运会 男子百米预赛第二组 阿德哥克在这场比赛过后 成为了当时的新生代奥运会短跑第一人 9秒98的成绩 虽然是在顺风1.8米每秒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但是要知道 在场的所有00后就没有比他成绩更好的 而且在奥运会这种大赛上能够稳住心态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过因为东京的预赛视频没有找到高清的 所以就给大家看一场他其他的比赛 Top4阿基姆布雷克9秒93顺风1.0米每秒 2022年亚买加田径锦标赛男子百米决赛 是的你没有记错 就是尤罕布雷克跑出9秒85的那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阿基姆布雷克的表现也同样十分精彩 当时年仅20岁的他就能跑出9秒93的成绩 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 另一位有机会带着亚买加重铸荣光的选手 Top3特伯格9秒91顺风0.8米每秒 2022年卡丽世青赛男子百米决赛 无数人见证了另一个博尔特的诞生 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够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 复刻出了博尔特的回首望月甚至是加强版 完全扭转的身体击碎了同场选手的自信 让人感叹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 重点是就算是这样的动作 最后依然是拿出了9秒91的成绩 Top2迈卡威廉姆斯9秒86顺风0.7米每秒 2022年美国大学生运动员西部选拔赛男子百米玉赛 迈卡威廉姆斯一名惊人直接拿出了历史级别的成绩 虽然在2021年美锦赛的时候跑出过9秒91的成绩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20岁的年纪能够跑出9秒86 原本以为塞维尔已经很恐怖了 结果又来了个威廉姆斯 让人实在太惊喜 Top1赛维尔9秒86顺风0.2米每秒 2022年亚买加国内白米比赛 这是赛维尔首次打开10秒大关的比赛 除了强跑干扰以外 这场比赛无论是风速以及海拔都十分正常 甚至最后还浅浅地放了一点 比威廉姆斯的条件略强一些 说他是目前为止短跑新生代选手最强没有任何问题